其实蔡英文从去年520少人至今对两岸关系曾有多次的表态 从少人之哭的维持现状到要以这个新思维和做法来情化两岸互动性模式 情化这小词用的也就是说要安排两岸的互动性模式 这道声称下半年两岸政策有突破 这一次蔡英文抛出两岸关系三星 但是确实偏偏不提一中 有媒体就认为一言以蔽之 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本质不变是姿态百变 这一次表态略换汤不换药 也有观察指出蔡英文之所以现在提出三星主张 其实是因为她着急了 为什么说呢 因为眼下蔡英文就职将满一周年 根据台湾二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有五成七的受访者 对蔡英文整体表现是不满意的 满意的只有三成二 另外蔡英文推动政策满意度多数是低于三成 连范律支持者都认为她是不合格的 在选前最挺蔡的年轻人更是发生反转 对蔡的不满意度达到了63% 满意的只有21% 可以用倒戈来形容 台湾的年轻人都愤怒了 蔡英文到底错在哪呢 有人说蔡英文错在没有解决经济果足不前的困局 同时又使两岸关系恶化 对外关系碰壁导致社会充斥的怨气 而除了执政满周年的压力之外 台湾还能不能参加这个国际活动 也是让蔡英文现在非常抓狂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距离世界卫生大会 WHA的网络报名还有五天截止 但是台湾当局仍在苦苦的等候着邀请函 台湾的中评社就指出 倒了这张牌之后可能就全倒了 之后国际组织参与可能全部都没了 而民进党的高层就批评说 九二共识是通过过去国民党马英九 执政八年提出的两岸共同的最大的公约数 也是可行的做法 蔡英文政府不要在此时误判形势 操作政治挡了自己 参与任何国际组织的机会 但是可以说蔡英文到现在 还不觉得自己在误判形势 目前蔡英文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 重申自去年520以来 低调不挑衅的两岸政策 自认为已经释出最大善意 甚至还纠正记者 不应该用恶化来形容当前的两岸关系 他认为情况还不是那么糟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台湾中央日报 就反驳说两岸互动要下沉着 怎样的不堪的境地 才符合所谓的恶化的条件呢 还有评论说 或许蔡英文还是寄希望于拉美之路 特别是在当前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当中 利用台湾自身来影响美国的对中国大陆政策 但是事实的发展恐怕也不是他所想的那样 中美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会面之后 建立了畅通的沟通机制 那么现在特朗普无意在台湾问题上节外生枝 那么还有声音就认为 蔡英文既误判了大陆 也误判了美国 误判了特朗普 而他的错误表态 无助于缓解当前形势 更不利于两岸互信的